《啟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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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農學校在2013年舉辦了第一次全港小學手語歌比賽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比賽讓普通學校的見聽學生可以接觸到手語 同時也讓他們認識聽障人士的特性 以及知道如何與聽障人士溝通 出眾這個校園的生活 而在第一屆的手語歌比賽裡 一共有19家學校參加 當中包括四間特殊學校 報名的情況都比我們預期之中好 而活動完結之後也獲得外界的好評 所以我們啟農學校決定每一年都會繼續舉辦手語歌比賽 希望透過比賽向學生、老師、家長和大眾人士 去自力推廣手語 亦希望鼓勵到他們可以透過啟農手語視像字典 學懂更多不同的手語 學校到今日為止已經舉辦了兩屆全港小學手語歌比賽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不認識手語 所以我們會在比賽前開設簡介會和手語工作坊 希望透過簡介會告訴老師整個比賽的規則 以及知道如何將手語融入在歌曲裡 而手語工作坊 我們會將他們參賽的歌曲裡的歌詞手語 我們會在那時教授給老師 而老師就會回到他們任教的學校裡 教他們的學生 再加插一些舞步就可以參賽 如果期間老師和學生都忘記了手語打法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他們可以上啟農手語視像字典裡翻查 以至學生或老師同一時間都可以一起學習到更多參賽歌曲以外的手語 在過去兩屆的參賽學生和老師當中 他們都覺得手語歌十分新鮮和很新奇 而學生在比賽期間 他們除了學識自己參賽的歌曲之外 其實他們都會很留心去留意其他參賽隊伍所使用過的手語 除此之外 參賽的學生和在場的人士 他們都可以透過大會安排的遊戲和文特環子 去認識更多的手語和認識農人文化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很多時學生來到比賽的時候 他們一看到台上有詩儀之外 原來還有一個手語翻譯員 他們都會覺得十分之好奇 因為普遍來說 學校或外面的社區團體舉辦的活動 都比較少有手語翻譯員 其實單單透過一個這樣的比賽 他們已經學識了不少的農人文化和一些手語 豐富了他們很多的課外知識 雖然很多學生都覺得學習手語是不困難 但其實我們選歌的時候都需要很小心 因為香港的聽著人士他們所使用的是香港手語 如果用英文歌的話就很難表達 同時也要小心在網上找手語歌 因為有機會網上所使用的手語 是台灣手語或是中國手語 每個地方的手語都不同 如果錯誤使用其他地方的手語 我們的評判未必會明白你們所表達的歌的內容 同時亦都要留意那首歌的內容 如果那首歌的內容太抽象的話 其實手語亦都很難表達 而歌節奏太快的話 其實亦都要考慮到參賽學生的能力 不過今年五月份的第二屆手語歌比賽裡面 獲得冠軍的福榮街觀納小學 他們就挑戰了一首快歌 他們選了謝霆鋒的舊火英雄主題曲《愛最大》去參賽 這首歌他們都很希望 學生除了學習手語之外 亦都可以宣揚愛護地球的信息 而學校在比賽之後 亦都拿著這首歌到不同的地方去表演 由此可見 其實這個活動的多元化 是可以豐富到學生的知識 以及可以增加學生的自信 而在這兩屆手語歌比賽裡面 每一隊的參賽隊伍他們的表現都非常出色 評判都非常難取捨 而令評判最驚訝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得獎的學校裡面 有很多的老師和學生都未學過手語 但仍然有一個這麼結束的表現 都覺得非常之厲害 我們相信透過這一類的推廣活動 可以幫助到學生增加他們對聽障人士的認識 同時亦都可以令到他們留意到身邊聽障同學的需要 去提供適切的幫助 促進校園共融生活 第三屆全港小學校制首語歌比賽 將會在2015年的3月至5月期間舉行 如果有興趣參加的學校 可以繼續密切地留意我們學校的資訊 第一屆全港大學院 每年同時都可以讓開放 等雷浴 這兩屆全港大學院